各位羽毛球迷 早安玩玩 我是阿渡看 今天的計畫非常特別 大家都有感覺到 今年的球彈力係數大幅下降 讓全中值的拳打之數大幅下滑 所以今天就是來幫大家 從五隊各抓出一位打者 會有三位飛球型打者 和兩位滾地球型打者 然後看一下 哪種流派在現今是最吃香的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就先開始我們今天的影片吧 這邊先說明一下 我們這次選球員的條件 一定要在初賽數60場上下 而且生涯的滾飛比數局 一定都要是差不多的 不能一下滾地球 一下飛球 這樣子就不符合 我們這次選球員的條件 那先從未球龍最著名的 飛球型打者 吉利吉老拱冠開始看起 吉利吉老拱冠 去年加盟中華職棒 今年和去年都是 非常明顯的飛球型打者 今年他所打出來的球裡面 只有35.9%是滾地球 剩下的都是平飛球和高飛球 而他今年攪出的打擊三圍 是263 3x35.421 外加上7發拳打 與34分打點的成績 打擊OPS加 是高於聯盟平均的 125.7 吉利吉老拱冠 這一棒在抓 一方向不用看了 歸隊的首場比賽 吉利吉老拱冠就炸裂 這一發揚尊炮 是他本季的第七紅 在三局下半龍隊2比1 再來我們一樣是看 飛球型打者 是樂天討厭的林承飛 他從2015年開始 加入到中華職棒 而他也算是一個 非常標準的飛球型打者 林承飛自從2015年開始 8年下來的滾飛比 只有2018年那年不低於1 但剛剛好就是1這個數字 今年他的滾飛比是0.763 他所繳出的三圍 是2x65 3x29 416 外交上的6發全球打 與33分打點的成績 至於OPS加 同樣也是高於聯盟平均的 122.4 這一棒打著君華爺的飛球 能不能再飛遠一點啊 接著來 卡在黃線上面彈回來 但是已經夠雷包上的隊友 通通回來了 長打出現 林承飛 就2分打點 哇 這就剛剛在提的 今年 第三位飛球型打者 是中信兄弟的詹子嫻 2016年大學畢業後 加入到中信兄弟 在今年以前 曾是對上大砲的詹子嫻 生涯的滾飛比一直都小於1 最高數據更是去年的0.836 今年所繳出的滾飛比 則是0.783 所有打出去的球裡面 有36.9%是滾滴球 其他的是 平飛球和飛球 而他所繳出的打擊三圍 是2x47 3x46 3x28 外加上 一發全打 與26分打點的成績 OPS加方面 他在前幾年相比不盡的一下 是高於聯盟平均 一點點的 低利2.3 這一棒把球打成在左半邊方向 這個球在界內 今天一槍安打 誒誒 道歉野球了 二雷安打 暫時前的這支二雷安打 把三連上的跑者 許季鴻 輕輕鬆鬆給送回來 好終於兄弟 現在在一局下半的 現在逆轉超前了2比1 接下來開始看滾地球型打者 先從我之前分析過的潘傑凱 開始看 潘傑凱2016年進到直播 斯里亞就除了低潮的 20和21這三連滾飛比小於1.1以外 其他都是大於1.1這個數字 今年更是極端的2.405 所有打出去的球裡面 有58.3%是滾地球 其他是平飛球和高飛球 角度3x01 3x68 411的打擊三圍 外面上是三發決打 與24分打點的成績 至於OPS加是高於聯盟平均的 133.1 最後一位滾地球型打者 我這邊真的找不到富邦漢將標準的滾地球型打者 而且出賽處要在60場上下的 所以我這邊就找梁家榮作為例子 梁家榮在2013年加盟中止 除了剛進職棒的2013沒有被揭殺 或是滾地球之外 聖雅所有的滾飛比都是大於1 聖雅最低的滾飛比也是2020年的1.024 至於今年所角度的滾飛比是很高的1.415 所有打出去的球裡面 有51.50%是滾地球 其他是平飛球和高飛球 角度3x14 4x23 0.360的打擊三圍 加上一發全圈打與15分打點的成績 OPS之價是高於聯盟平均的135.4 從上面的數據來看 可以發現今年在打擊率上 滾地球型打者會遠遠比高飛球型打者 還要吃香很多 不過在打擊率排行榜上 又會發現有一點點矛盾 因為前五名的打者裡面 反而只有兩位滾飛比數據是超過1的 其中江慧瑜的滾飛比數據 還是非常靠近中間值的1.011 其中他所打出來的球 47.8%是滾地球 飛球和高飛球是超過半數的 所以滾地球型打者 在現今不見得是比較吃香的 媽 欸 這時候我們就要把打擊排行榜的 前15名打者都抓出來看 以及把滾地球型打者 和飛球型打者的定義 稍微再縮小一點 小於0.9才能夠被稱為飛球型打者 大於1.1才能夠被稱為滾地球型打者 會不會發現 其中只有林志昇和王聖偉 兩位是專門打飛球的 他們的滾飛比分別為0.710和0.772 這時候我們再度把滾地球 和飛球型打者定義重置 只要大於1就是滾地球型打者 小於1就是飛球型打者 會發現其中有9位是專門打滾地球的 所以可以確確實的感受到 打滾地球在現今才是王道啊 不過總還是要有對照組來驗證 彈開過往中華職棒的彈力係數 其中2015、2016和2020 這三年的彈力係數異常高 被稱為所謂的彈力球時代 因為2020年季中 曾經有換過一顆彈力係數低的用球 所以我們這邊就看2015和2016 這兩年就好 可以看到打擊王的胡金龍 他的滾飛比是剛剛好是1 但是如果把範圍放大到前15名 反而打飛球的打者 會比打滾地球的吃香 因為其中15位打者裡面 先扣除掉胡金龍的1.008 這種非常靠近1的數據 只有6位是打滾地球的打者 高達8位的打者是飛球型打者 再來看彈力球盛況的2016這一年 打擊王的王波榮滾飛比是1.120 看起來是滾地球打者吃香對吧 但是如果把打擊排行榜的前15位都抓出來看 會發現更驚人的事實在其中 就跟2015這年一樣 裡面只有5位打者是滾地球型打者 其他都是專門打飛球的 而17、18、19這三年 彈力系數有下降 滾地球型打者在排行榜前15名的人數 也逐年增加 不過數據裡面也還是有例外 就像去年是只有6位滾地球型打者 有在打擊排行榜上 但其中可能有包含一些原因在內 或是球隊團隊的打擊策略 但如果用彈力系數高的年代 和今年這種彈力系數很低的年代相較之下 就可以很明顯的看到彈力系數第一次滾地球型打者 熬出頭的年代 就連大砲的陳俊秀都把球往地上打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幫大家整理出來的數據 可能有些人會質疑我的看法 但沒關係 你也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告訴我你的想法 這樣我就可以知道我分析哪裡沒有做好 就可以製作出大家更喜歡的影片 那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囉 影片結束後大家有三個工作要做 追蹤我IG、訂閱和留言 我是阿兜凱 我們下次見 掰掰